Hello大家好,我是洛洛,欢迎收看洛洛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部黑暗戏的成人童话,故事的故事 影片由三个小故事组成,今天先讲第一个故事,女王 很久以前有一个远古的王国,那里有个美丽的王后,还有一个非常宠爱她的国王 但是他们结婚多年都没有孩子,这也成了王后的心结 直到这天,一个巫师出现在王宫中,告诉国王,她知道如何让王后怀孕的方法 只要猎杀一只海怪挖出她的心脏,再吩咐一名臭女独自烹饪海怪的心脏 之后让王后服下就可以立即怀孕,不过新生往往伴随着死亡 所以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尽管巫师说得很扯,但王后求此心切 国王为了自己的爱人,也决定冒险,亲自去杀海怪 海怪狠狮巨大,但国王还是成功地杀死了她,但也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而王后在得到海怪的心脏后,都没有理会国王的尸体 就直接抱走了心脏,回去后吃下了这个看着超恶心的东西 不过也确实得偿所愿,怀了孩子 可没想到的是,那个烹饪海怪心脏的处女也怀了孕 两人还在同一天生下了孩子,不知不觉十多年过去了 两个孩子也早已长大成人,而且他们竟然长得一模一样 不仅如此,他们的关系也非常好,经常一起玩耍 但王后觉得自己的孩子是天之骄子,未来是要继承王位的 而当初那个处女只是个卑贱的女仆 她的孩子根本不会和自己的孩子玩耍 于是警告女仆不许让她的儿子再见王子,不然后果很严重 可王子却不听劝,两个孩子还是私下见了面 结果被王后发现了,很生气 之后,当女仆的孩子从皇宫的密道偷偷回家时 竟被人刺伤了,而这个人就是王后 由于密道昏暗,男孩躲过了一街 但也看到了王后 男孩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为了保护自己和母亲,决定离开这里 可王子不知情,质问男孩为何离开 男孩没有说出原因 只是用刀刺了一下千年老树的树根 没想到树根竟冒出了涓涓流水 然后他告诉王子,这泉水与他的性命息息相关 如果水是清澈的,那么他也安然无恙 如果水变浑浊了,则代表有幸运之忧 说完便离开了 之后王子每天都会来这里观察水流 直到这天,王子看到树根竟冒出了血水 他知道男孩一定遇到了危险 赶紧去树林中找人 而王后这边,发现儿子不见了,开始抓狂 派人各种寻找 这时,那个巫师又出现了 告诉王后,他有办法找到王子 但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王后自然是为了找到自己的儿子 甘愿付出任何代价 另一边,男孩掉入了山谷中 腿受了重伤 突然一只怪兽出现,想要吃了它 还好王子及时出现 杀死了怪兽,两人逃出了山谷 可画面一转,山谷中的怪兽就变成了王后的样子 原来怪兽是王后变的 而死亡也成了无始所出的代价 故事就到这里 看似荒诞的童话却蕴藏着深刻的寓意 就像那句话所说 所有命运中的馈赠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想要得到就一定要付出你所拥有的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 剩下两个成人童话故事 洛洛会在近期更新哦 喜欢就赶快关注吧